我现在要去上课了 刚刚回家拿了一下我上课要用的包 好喜欢这个包包 好好看 还有我这个新买的拖地裤 我现在在等我朋友 然后他开车 我们一节课就一起去学校 学校真的是太大了 学校在外面下雨撒得好大 我们现在是在找上课的教室的地方 然后下雨了 我们还好提前来了一个多小时找教室 一个多小时都没找到 这里下得太大了 然后这一块就是吃的 在这儿里等 Nina和Aren 我们一起再去找教室 好不容易找到楼队了 但是找不到教室在哪 我们在招待石上 越空ber了 什么时候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吃了感冒我就来这边的药房买两个药 一个是吃感冒的 一个是就是鼻子的喷雾 因为就是我鼻塞真的超级严重 是这个舞台呼吸 这年的感冒药就是粉丝是晚上吃的 白色是早上吃的 我现在在餐厅买一份番茄哥达汤 所以就喝了 我今天还要presentation 我不知道我这道菜要怎么演讲 我现在刚到家 然后我先喷一下这个 医生说这个会有药依赖性 所以让我喷两天就停掉 我想鼻应该很重 这个感冒已经折磨我一周了 但还没好 然后这周就是强忍着难受 我一直在写那个三千多字的论文 每到我生病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回国 因为我感觉就是没有什么 就在国内很多遍 直接去医院就好 但是在这边就是你约JP啊 你去约doctor看医生 很麻烦 所以就一般就准备去pharmacy买点药 而且他们这边的药 大多数都是那种 就是比如说消炎药啊 处方药这种 他们都是开不了的 就必须要去看JP 所以说希望我能快点好 现在要打算准备写一下我的一千五百字论文 这周五六现在已经周三了 痛苦 我现在刚刚吃完药准备 开始学习 天呐 我在视频里面好憔悴啊 最近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四点了 我差不多连着学了三个小时吧 太感受了 不打算现在再来吃个药 吃完药之后 差不多我可能会继续干到晚上 可能我的感觉日常 我怕大家看了会有点无聊 吃这个感冒药 其实一般就是我有Dew的时候 写IC的时候 我基本上一天就是在家里 什么都不会干 就坐在桌子上或者沙发上 从早起到晚 除了吃饭和上厕所 就这几天全是Dew 所以说还挺无聊的 希望大家都在新的一年 能够健健康康的